那边有个光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感觉还是会有蝙蝠 说实话 哈喽兄弟们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 粉丝给我们提供的 一个位于杭州郊外的 一个废弃酒店 据说这个酒店啊 十年之前 它就突然就搬空了 然后到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人敢承包 也一直没有人敢来拆 对 所以呢我觉得 里面可能会发生过 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今儿搁几个啊 咱们进去看看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带头啊 你带头啊 不许跑了 绝对不跑 走走走走 你看到没有 就最里边 最里边那个有个小门 应该就可以进得去 你给我个手电筒啊 给你给你给你 手电筒是安全感 给你给你 我不要 这啥啊 这是个电线 到你拿手电筒了 你们先进去 我帮你们断后 快 你又断后啊 我断后 我掩护你们 行 掩护 掩护 不掩护 懂得都懂 哇哇哇没灯了 现在已经进来了 从这边过去 看我们桌上还有一张空的碗 这个酒店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柜子 收银盘 地上有很多的水 这边是一个收银处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大堂 这应该是大堂 我们沿着大堂走一下 看迪士尼专柜 这以前应该就是在那个酒店里边 可能摆了一些 用来卖的一些玩具之类 感觉这个酒店也没有说特别的玄乎 怎么会没人敢承包 然后呢 这样到处都是桌子嘛 废弃的桌子 自从去的终点站之后 胆子大了不少 那边有个光 那是镜子 那是镜子 然后里边走一下 看这就是很明显的酒店大堂的那种椅子 这边是什么 把这个房间看一下走 那是什么照片 周总理 周总理 对 那这个酒店飞起的时间有点久了 周总理那是什么年代的风云人物 这边地下室 地下室有点黑 这个风狗却上来有点阴神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感觉还是会有蝙蝠说实话 这地下室 你看到旁边全都是塌下来的这个顶棚的柱子 这边应该可以走 你稍微走一点点 稍微走一点点 这个好 怎么折不了 好黏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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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泥地 这上面积水很深 再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你说咱这大晚上的 你说他一个人后会又开车跑了 诶 懂不懂 蝙蝠 没事没事 见怪不怪了 有蝙蝠出现的地方就说明他很阴森 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 你看那个黑色的是什么 这是玩具吧 洗羊羊吗 羊羊玩具这是 看他这儿有个小罐子小盒 装的全都是碎玻璃鞋 这边有个办公室 你看这还有个 你看一下这个办公室能不能打开 能吧 我来 看这个茶杯 我翻过来瞅一眼 它里面还很新啊感觉 这个洞里面是什么 是另一个 卫生间吧 应该是 哎 啊 我 真有大病 有病就快去治 我刚刚想跟你说那边有声音呢 我 哎 你真是老六啊 哎 看这里 我看 这不也是外包车间吗 包裁间 我感觉像冷酷 哇 哇 这里面好臭啊 真的有恶臭你知道吧 这 哎 哈哈哈哈哈哈 我绝对不是吓你啊 这个门真的恐怖 我是 我都给吓到了啊 哎 看这个洞 转过来瞅一眼 你赶紧的妈溜了 哎 有支网 哎 哎 哇 这个台子是干嘛的 哎 你看上面好多灰啊 看到没有 这什么玩意儿 那边不是啊 我完了 我刚还摸了一下 我觉得 哎 刚在上面有 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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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 没有 你 あー Associate 你